- 新手爸爸在成为之前,该为宝宝准备什么样的东西呢? - 为什么这一集等到我的孩子已经满两岁才在拍? - 应该是这么说,在每个妈妈准备的过程当中,你都会觉得说,哇,我要买很多东西给他,我不要到时候再准备吗? - 来不及,宁可现在买起来,所以我也一样,上网去爬文啊,看这些东西啊,推荐的啊,入手的啊,必备的清单 - 当我到孩子长大之后,我才发现到说,你真的很多东西都可以不用买,真的花了很多冤枉钱 - 所以现在我在回头看的时候,才会真的跟你们分享到说,什么东西该买,什么东西不该买 - 尤其现在物价都通膨的状态,养一个孩子真的很贵 - 所以我也整理出十大必买清单,如果你想要知道的呢,可以观赏这一集哦! - 第一个我推荐要买的就是消毒锅,它真的很需要 - 刚开始我也觉得说,用传统的方式水煮沸就可以了,或是丢在烘碗机里面 - 但很多人一直劝我说,你真的要买一个专属baby用的消毒锅 - 我那时候是坐月子,是请月少,所以他就没有吵我,让我能够多睡就多睡 - 那宝宝如果半夜哭,他是用奶瓶味的方式 - 因为在我坐月子的时候,我就发现到说,半夜你如果起来挤奶 - 挤奶器这些,你不可能一直洗奶瓶 - 所以消毒锅里面至少会有七八支的奶瓶,再加上奶嘴等等这些,所以他非常的需要 - 不过在买消毒锅呢,有个重点,你们真的要选蒸汽的方式 - 千万不要选那种电,应该是说紫外线灯光那种的 - 我觉得它用有蒸汽,热蒸汽的方式,它比较好用 - 也是很多人跟我讲说,你真的要挑选热蒸汽的方式,所以我选comfit的,可以给你们做个参考 - 第二个,必买的东西就是挤奶器 - 可是这个我真的建议就是说,你确定自己有奶之后再买 - 怎么样去做确定,像我颇妇产在医院是住5天 - 你能不能挤出乳汁,在那个时候其实大概就会知道说有没有可能 - 还有在月子期间,你如果真的没有的话也不勉强 - 当我确定有了之后,在这之前也做了很多的功课 - 也有很多各大的牌子,那我选择的是贝利普的Aventa - 这一代呢,七代很轻巧 - 再来它标榜的就是说,仿真的baby在跟你做西云的动作 - 而且它的分贝只有40分贝以下 - 也就是说,你今天如果带宝宝在旁边 - 半夜在挤奶的话,你也不用担心它会吵到它 - 其实非常非常的低频 - 那再来就是说,它这个花瓣标榜的是说 - 在你的乳头,还有跟你的乳房之间贴合 - 它比较不会造成不适感 - 所以我用到现在,我真的觉得就是说 - 唯一一次挤出草莓牛奶 - 因为刚开始在磨合期间 - 宝宝不大会吸引你很有可能破皮 - 所以在这个当中,我用到现在两年 - 我当初买的时候大概是8千多块 - 现在真的有好便宜的,我前几天上网查 - 它7千多块又附上温奶器 - 所以你如果说好的工具呢 - 它确实能够帮助你它的功能促进乳脂分泌 - 再做吸引你的动作 - 那一定要买双边 - 一定要买双边 - 时间就是金钱 - 当了妈妈之后,每一分每一秒真的很重要 - 睡都不够了还要管理这些东西 - 但也有人会说,它很多的零件 - 扒扒下来还有一些东西 - 它是一些服装 - 应该是说 - 它就是一个耗损品 - 那你用久了就会更坏 - 不过这个细胶垫我倒是没有更坏 - 是白色头的压嘴 - 所以呢,第二个必买的是挤奶器 - 但是一定要等到你确定有乳汁再买哟 - 已经都讲到补乳了 - 第三个,你的奶袋要怎么储存 - 其实呢,在于说当妈妈的过程当中 - 要买的东西真的非常的多 - 那你也根本搞不清楚 - 也没有人告诉你 - 该或不该 - 有点是满足妈妈自己的欲望 - 那对于补奶袋这件事情 - 装奶袋 - 很多在于复印用品讲 - 或者是说我周边朋友 - 他们没有用过 - 或是说发现 - 买了根本就没有奶 - 给我用 - 但我用到最后 - 我觉得最好用的就是 - 妈咪小善这个牌子 - 因为你装母乳袋 - 一天你至少会有四五代 - 你如果奶量上都有八百到一千的妈妈们 - 大概平均一代 - 大概就是一次的量 - 两百到两百五 - 它有很多的容量大小 - 那像我就没有用它里面的标签纸 - 为什么会推荐它呢 - 第一个就是它的价格 - 台湾制造的大概是三块左右 - 你如果说有在囤货组 - 或是在活动期间的话 - 买它可能会更便宜 - 最重要的是什么 - 它下面有底部的这个立体袋 - 很多它扁扁的你挤奶挤好了之后 - 要把它倒进去 - 没办法去做放置的动作 - 很容易打翻 - 你这会真的很崩溃 - 挤了这么久 - 它竟然就是一洒而空 - 所以我到后面 - 我觉得这个奶袋它是最好用 - 那我都直接在上面写日期 - 因为你不会怕它撕掉了 - 它有附贴纸 - 那我通常会买的容量大概是200-250 - 因为大作小用 - 所以母奶袋上 - 我很推荐Mami小站这个牌子 - 容量有几个规格 - 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 - 也可以到网站上去看看 - 之后我也会把链接贴在下面的简介说明栏中 - 再来我稍微补充说明一下 - 你如果真的确定有奶 - 买了鸡奶器 - 也买了这些奶袋 - 你在哺乳当中通常都会需要一乳垫 - 就像这样子 - 它真的很像卫生棉 - 我曾经天真的想说 - 是不是用护垫也可以来黏在乳房上去替代它 - 但是真的设计的方式 - 还有服贴程度 - 另外它的柔软度真的不同 - 其实在哺乳的妈妈都会知道乳头它非常的敏感 - 我也用过非常多的牌子 - 韩国的也好 - 或是各大品牌人家拿给我试用 - 到最后我选择日本这个牌子 - 它... - 我觉得它有点难找了耶 - 这样可能看的不是很清楚 - 那如果有需要 - 我也是可以把它详细的贴连结在简介栏里面 - 第一个它的边条是六条状的 - 黏在内衣上它非常的服贴 - 有些牌子它真的很不服贴 - 非常容易掉 - 再来它有分清量型跟就是量米如果比较多 - 怕会撕掉的话 - 我一直都觉得清量型它就很够用了 - 一盒非常多 - 那你可以试状况去做更换的 - 它非常非常的柔软 - 完全不会让你感觉到乳头不舒服 - 甚至感觉不到它的存在 - 所以这个是我补充说明 - 你如果有真的在哺乳 - 或者是在于说轻胃 - 你怕乳房失... - 内衣失掉很尴尬 - 这个蛮适合的 - 我是直接把它黏在内衣外面 - 不用弄在秤子里面 - 就像一般卫生棉的用法方式是一样的 - 那再来就是温奶器了 - 你有了补乳 - 然后你也有了冷冻奶的需求 - 当然要有温奶的东西 - 那像我温奶器就没有特别吧 - 我是刚好因为扫子这边有 - 或者是... - 你如果说家里有像这样的钢杯容器 - 可以隔水温热的方式就可以 - 但是温奶器它最大的好处是它可以定时定温 - 也就是你可以提早温下一餐 - 或是宝宝洗澡出来之后 - 要吃的时候你可以先把它温起来 - 那我为什么会比较建议说 - 你要买口径比较大的 - 因为你后面四到六个月开始会吃副食品 - 你如果是口径小的 - 一般哺乳的放下去之后 - 它就很容易满了溢出来 - 虽然像Aventa它有送 - 但是它送的口径都比较小 - 如果真的要自己买 - 我会比较推荐就是买这个口径大的 - 到现在我都还持续在使用 - 即使你在做副食品 - 直接隔水温热的它就没有问题 - 再来第五个 - 我很推荐买的就是 - 包筋 - 应该说它有点像杜维 - 不是说完全的包筋 - 很多人会跟我说 - 你可以买蝴蝶衣 - 或是其他的 - 国外的那种让宝宝包起来的方式 - 但我发现不好用 - 我用的心得真的是觉得不好用 - 你想想看在宝宝还没出生的时候 - 在妈妈肚子里面 - 它是非常缩小紧缩的状态 - 完全被包覆着 - 很有安全感 - 那老人家为什么都会说 - 用肚围的方式去做 - 因为第一个肚围它本身 - 除了说你之后可以防止它提背 - 那这个东西呢 - 我今天会买宽一点的 - 其实这条我觉得它有点窄 - 宽的你可以把宝宝从身体整个在睡觉的时候 - 完全把它包覆起来 - 就仿佛像在妈妈的肚子里面 - 因为刚出生的baby它其实会有一种惊吓反应 - 那它这个惊吓反应呢 - 会让它造成怕疲惊 - 这怕疲惊了之后很容易就这样刺了刺了 - 你就会一直觉得它是不是睡不安稳 - 是不是什么东西害怕得好 - 还是不害命啊 - 等等之类的 - 这当妈妈真的非常多疑 - 因为你没有碰过这样的状况 - 所以我刚开始的时候一整个晚上几乎都没有睡觉 - 随着它的颤动 - 我就一直起床看它有没有状况 - 那后续真的你把它包覆住了之后 - 让它的手脚会有安全感 - 所以我真的比较建议就是说 - 你可以不用花那么大的愿望钱嘛 - 一千多块的这些什么蝴蝶衣 - 你只要这种宽带型的 - 随着它的年纪 - 随着它的体型增加 - 再去做更换 - 这个顶多就是大概两三百块 - 甚至一百块就有了 - 纯眠的方式 - 所以我真的建议就是 - 从刚出生你就可以把它做包覆的动作 - 只要在睡觉就可以使用 - 以上五个方式呢 - 是我们目前提到的就是说 - 从宝宝你出生 - 包括妈妈哺乳 - 他该需要什么 - 另外还有哪一物种的好物推荐呢 - 我们也可以在下集再做一起分享 - 后续也可以在做 - 副食品的阶段性 - 真的非常多的受用 - 但一路走来 - 我真的觉得 - 不需要花太多的冤枉钱 - 你真的可以养小孩以精简的方式 - 但是该花的 - 必花的是在幼稚园阶段 - 它才更可怕 - 所以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- 更别忘了帮我订阅 - 按赞 - 及开启小铃铛 - 想知道更多的资讯 - 在简介栏里面 - 也会做个分享 - 我们下次见 - 拜拜 - 拜拜 - 来吧 - 黄黄铛 - 走 - 虽然 - 喝 - 喝 - 休息 - 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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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